教别人是让自己成长最快的方式 比如说你是一个带团队的 你下面有一个小伙伴 非常努力非常勤奋 大量的拜访客户 但是他就是成交的时候比较软 其实这个小伙伴的能力已经具备了 然后也是个非常勤奋的人 你知道怎么让他提高自己的成交水平吗 就是让他去讲一堂课 如何成为成交高手 张老师又没点搞笑 他就是成交不行 你还让他去讲成交高手 所以我得去研究 我得去复盘 我得去总结 我在研究复盘总结的过程当中 从理论到实践 我为了要去给你们讲这个课 我就拼命的去成长自己 而且在这个时间节点 我要把这个课给讲出来 他是不是快速的去成长 对不对 所以给别人分享幸福 那么你就比较容易获得幸福感 给别人分享美 你可能就是一个特别会 注重自己颜值管理的人 你去分享智慧 你更多的就能够增长你的智慧 你去分享成功 更多的就能够掌握成功背后的底层逻辑 所以一个人改变自己的语言模式 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最后就会改变自己的结果 你跟这个世界交流什么 这个世界回馈你什么 所以我们端正我们的语言 我们要讲给别人带来价值的话 给别人带来能量的话 传递正向的语言 这个世界就给你正向的回馈 那么你的生活就因为你的语言模式的改变 改变了你的行为模式 最终就塑造了你更坚强 自信勇敢的人格 这真的是经验 这真的不是鸡汤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经验 所以其实这半年 你们获得了很多的成长 通过老师的视频和直播 但是说实话 我跟你们分享 我也获得了很多的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断的和大家分享 在不断的交托和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获得了更多的成长和收获 所以一个人成长最快的方式 就是去教别人